停船,停船,中国船,长鱼,这里是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马上停船。 这一连串的鹤纸来自日本方面,他们的态度是相当急切。 然而,那艘擅自驶入日方海域的船只对日方巡逻船发出的严正警告,置若罔文。 这艘船的船身涂有浅蓝色的油漆,船上清晰可见长鱼3705字样,看起来确实像是一艘平平无奇的渔船。 在一段紧张的追捕之后,日方最终决定开火将该船击沉。 这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究竟这艘被击沉的船只是不是我国渔船,真相是什么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2001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严美大岛附近的海域对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只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追逐。 在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之后,日方决定对该船进行打击,最终使其沉没于海底。 这艘神秘船只在靠近我国专属经济区的水域沉没。 军方称,这艘船其实是朝鲜的间谍船只,但为了误导追踪者,它伪装成了我国的渔船。 为了打捞这艘沉船,日方向我国支付了一笔巨额赔款。 这起事件一时间引发了多方争议,各路说法五花八门,真相却依旧扑朔迷离。 要说这件事确实有着不同寻常之处,一个不怎么起眼的渔船混在一堆渔船里,日方是怎么辨别出来的呢? 而日方又为何如此肯定船只来自朝鲜? 说起日本和朝鲜的关系,确实一直有些紧张微妙,自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以来, 两国便存在深刻的历史和情感纠葛。 而朝鲜一直以来的军事策略也是比较特立独行的, 朝方将其军事力量是作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朝方除了大力发展核武和导弹能力来增强军事威慑以外, 其特种部队和情报活动也是朝方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朝方试图获取各种战略信息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而且朝鲜政府还经常利用挑衅行为吸引国际关注, 最终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国家利益。 从这一点上来看,朝方的也确实找到了一条生存的路子。 以朝方的种种行为上来看, 若是他们真的派出间谍船来日本探查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起, 就有一些可疑船只在日本领海进行秘密活动, 日方一直指责这些船是朝方派来的, 称其涉嫌执行包括情报搜集和登陆行动在内的非法任务。 而对于这些指责,朝方则坚决否认, 称日方是在故意编造谎言, 这一切都是日本做出的反朝政策。 对于这些不明身份的船只, 日方也是头疼得很, 一直在与这些间谍船展开争斗。 在2001年基沉长余之前, 日方一直都没能成功逮住这些滑不溜手的船只, 每次都让人家大摇大摆地逃脱了。 日方对此十分恼怒, 但又没有什么办法。 2001年的这次追击, 算是日方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了。 2001年, 日本基沉疑似朝鲜间谍船, 然而日本却主动赔偿中国1.5亿, 甚至还要求我们将沉船打捞起来,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而日方之所以能发现, 这艘船只的不对之处, 还是因为事先收到了来自美国的情报。 提前得到情报后, 日方就一直在关注领海内的情况。 在日方的监控下, 长鱼3705号渔船悄然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乍一看, 它只是一艘普通的老旧渔船, 但经过细致的观察, 日方人员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日方的巡逻机在空中盘旋, 拍摄了一系列的照片。 照片显示, 这艘渔船的甲板上并没有捕鱼网, 也不见任何捕捞作业的人员。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船顶上竟还安装着异常醒目的天线。 日方立即派遣船只赶往现场, 却发现, 这艘可疑的渔船正在朝着我国领海方向快速航行。 担心对方再次溜走, 日方便用中文大声呼喊, 要求该船停航并接受检查。 然而出乎日方预料的是, 这艘渔船对日方的喊话置若网文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日本巡逻船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法为由, 对这艘渔船进行了多次警告射击, 但似乎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愤怒之下, 日方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 他们用机枪向这艘可疑船只的尾部开火, 试图破坏其螺旋桨和操作舵, 以阻止它的逃逸行为。 日方的巡逻船连续射击了数轮, 所有弹丸无一例外地命中了目标船身。 这导致该船的前部甲板起火, 情势紧急之下, 船只不得不停止了前进。 然而船上的船员反应也是非常之快, 他们迅速将火情控制住, 随后船只再次启动, 速度甚至比之前更快, 同时还有船员在甲板上挥舞着我国国旗。 见到我国国旗, 日方显得犹豫不决, 没有再继续开火。 他们一边与上级联系确认情况, 一边继续追踪该船只。 于是, 日方立即调整策略, 转而尝试从多个方向对该船只进行包围和封锁, 最终日方成功拦截到了这艘船只。 而就在日方准备登船检查之际, 船上两名船员突然携带武器冲出舱室, 向四围的巡逻船猛烈射击。 日方箭撞立刻进行反击, 交火中日方的一些船只受损, 还有两名日方人员受伤。 在激烈的交火之后, 那艘可疑船只最终沉入海底, 船上的15名船员也随之消失在浩瀚的大海之中。 这次事件已经传播, 各方哗然。 日本方面首先发表声明, 指出这是朝鲜派出的间谍船。 据日本方面称, 他们从海中打捞上来两具船员的尸体, 这些尸体的救生衣上写的都是朝鲜文字, 而且这些船员都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证据似乎已经非常明显。 日方还声称, 可疑船只沉没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日方的射击所致。 也有可能是朝鲜间谍船上的船员自行引爆船只, 以阻止日方搜查到相关证据。 朝鲜方面对这一说法表示强烈不满, 痛斥日方捏造事实, 试图抹黑朝鲜, 认为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 使日方的反朝谋划。 日本当年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 让无数人遭受了军国主义带来的苦难,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使得许多人对此极为敏感。 2001年, 在中国附近海域, 朝鲜渔船和日本自卫队展开大战, 然而对战结束之后, 日本却要求我们将沉船打捞起来,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此次日本方面击沉这艘身份不明的船只, 是自二战结束以来, 日方首次对外国船只采取这样的行动, 这引起了国内外民众广泛的不安情绪。 依据当时的日本法律条文, 若船只未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从事任何有损于日本利益的行为, 即可自由航行。 尽管如此, 日本当局仍然引起国内的渔业法, 对该一次违规的船只实施了检查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海上保安厅早已知晓, 该船并无捕捞设备, 这一指控显得有些勉强。 再者说,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旦被追逐的船只驶入本国或者第三国的领海, 紧追权的行驶应当立即停止。 但在整个事件中, 日本的多艘巡逻舰队该船进行了多次警告射击和实际射击, 最终导致船只甲板发生火灾。 关于不明船只的还击, 据悉是在沉默前的几分钟才开始的, 这一点上, 我们应当明确区分开火的先后次序。 在这次行动中, 日本方面动用了数十艘巡逻船、飞机, 甚至还用上了宙斯顿疾护卫舰, 这一规模令人瞩目。 这样的部署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决议要截停该船, 并且准备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几十年来首次对外籍船只实施直接射击, 这种罕见的决策从一开始便被坚定地执行着, 其背后的动机值得渗入探讨。 最后从人道主义的一点来看, 日方的做法颇有种赶尽杀绝的意味, 当时船只沉没, 船上十几名船员落海, 但日方似乎并没有施以援救。 日本方面只解释说是, 担心这些船员手里有杀伤性武器, 因此日方人马都不敢靠近, 怕受到对方的袭击。 朝鲜方面对于日本的说法坚决不予承认, 而日本则坚持要进行沉船打捞作业, 似乎意图找到确凿的证据。 由于这艘沉船的位置涉及我国领海, 必须得到我国的正式许可。 根据日本的描述, 朝鲜多次进行此类秘密活动, 已经对日本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这无疑加深了日本民众对朝鲜的负面看法。 虽然我们无法断言这一切是否是日本精心策划的结果, 但显而易见的是, 日本似乎总能利用某些事件作为契机, 完美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比如说, 当年在朝鲜发射其首颗人造卫星之际, 日本方面却坚称朝鲜所发射的实为导弹。 日方进一步声称, 该导弹的部分碎片已落入日本近海,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因此, 日本决定与美国合作, 共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 并增设了专门针对朝鲜的雷达监控设施。 2001年的这次追逐中, 这些拥有全新装备的巡逻船展现了其价值, 使日本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击沉了被指控为朝鲜间谍船的目标, 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此次事件后, 日本还宣布将为其所有巡逻船 安装最新一带的全自动目标跟踪系统, 确保即使在夜间也能精确几种敌方。 不仅如此, 他们还计划建造更多有着优良武器的大型海上巡逻舰, 说是要应对可能发生的更严峻冲突。 日本方面似乎总能够以多种不同的借口逐渐增强自身的实力, 这种情况不免引起外界的忧虑。 好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国的力量也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这种全方位的发展使得我国拥有了更强大的能力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也能够更加自信地参与到全球事务中。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那些案件无非是些小伎俩而已。 我看来在这种案件的顶嘩都没在内容是在里面减少颜色, 我和你事情是重点的确设计划,